咱们继续讲 民间手抄美 先止路对足底炮 红方上马 解除这个威胁 黑方当头炮 我们马来跳 然后进边兵 黑方一看来机会了 就说你杀我的族 我正好大出去 吊住鱼马 但是红方上马 那兵族相对 黑方不拱 红方拱 所以肯定杀过来 下面平炮 就威胁这个中炮 当然黑方不能 腰队 是吧 这个正好出狙 吊住鱼马 关键上马 这个炮是根 所以 黑方 高居 因为两个炮都有根 怕什么 高居准备杀兵 捉售 那你又不能进巷 这个炮 比杜鹅还圆 怎么办呢 上点小手段 进兵 踹鱼 然后进巷 鱼左右不能摆 只能上下 肯定是按住这个马 红方就出鱼 申请 押死马 黑方肯定上马 然后 那黑方一看可能都笑了 吓我一跳 不就是交换吗 你打我的马 我在杀炮 但何其得了 但是下面红方是平居 保炮 保留打马的手段 所以要逃马 红方 点下了线 准备平居 住死马 黑方必然是阻断 在浸泡 按住马 你说下面黑方走什么呢 那当然是 腰队 呆居 换活居 对吧 那你不对 人家居 也杀出来了 但是 又到风平浪静的时候了 民间首超北 号称野路子大权 走法非常的暴力 下面的沙发 江湖雅浩 四郎探谋 牛吹完了 红方怎么入局呢 咱们来看 第一步平炮 捉马 正马 编马 上不来 大郎在这里守着呢 对吧 只能是拐脚马 然后平炮 打狙 狙只有两个点位 到哪里去呢 无所谓 一捅到底 只能退尸 然后红方怎么走 哎 虎口献居 黑方仅此一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